太子道 太子道 生在天江 家世便是国事 望诸位 一而锦绣前程 助力我锦绣河山 好 君子之旗不可为而不为 大丈夫当立于天地间 这个是太子 他的与手投足之间 就是非常有礼仪的 非常有规范的 插科打混或许有用 但终归不 从小到大就是 客气手里的那个人 天下答案如若是他的理想 那公正道理便是他的兵性 把人带上来 我记得他比较都书的一台词 就是在教育者曾经进度 若无缺早证 切莫胡乱揣测 就是他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面前 你如此办 可对得起头顶上的天理张张 如果遇到有什么冤情 或者说是有什么 纠纷之类的他都是站在有政治的地方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太子 连你也不相信这梦 臣相信证据 请陛下 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 对于行业来说 家国天下 臣民的幸福大于自己的心 把所有想法秘密都藏在心里 是一个很苦很压抑的人 有些事情 为何别人做的 我这个太子殿下便做不到 我觉得他们能打破很多的一些 在自己心里设下的防线吧 比如说像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平心的一些经历 就放下这些心里的防线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 韩业和论明希他们两个人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可能在表面上我称他为太子 但其实私底下 那我就是朋友 我就是兄弟 大净威夷 天下苍生威夷 为了整个大净 为了苍生 然后我们可能会牺牲小我 臣其敢依一人之安危 而致天下人于水火 这个人物真的很伟大 人在成在 保我山河 护我子民 太子的角色不好演 因为他承轻很多 他就不能太过于张扬 他要把握这个度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表演上面呢 他就要有太子的大气 也要去演的太子 有时候跟安乐之间呢 撂起来 弄完起来 这方面的东西 他这个行业 这个角色的诠释 他是做得非常好的 非常到位的 其实我跟他第二次合作 一直都每天都是 一如既往的 认真投入 专心的去演每一个角色 很努力 他众百姓讲情谊 胸怀天下 欣喜苍生 我相信他 定会再创一个清明盛世 寒夜今日在此立誓 必让万方子民 见盛世景 想太平年 了解 了解